我們就進去報照吧 兩者耶 倫敦馬 倫敦站GET 看門跑起來了 克制他的姓名 然後這邊是他號碼簿的號碼名稱 鞋子就長這樣 我們已經到了要去領Expo的地鐵站 是Custom House 這邊距離市中心有一小段 可是搭過來大概才15分鐘到20分鐘左右 我們住的地方是在SOHO區嗎 這附近 所以過來其實要一小段位置 我們才來倫敦大概15到20小時 幾乎都是一直飄著這種綿綿細雨的狀態 希望比賽那天是好天氣 我們就進去報照吧 來去領我們的號碼簿 好多跑者喔 我們要去領物資了 前往這邊報到處 超級多人 他號碼簿是剛從印表機馬上印出來 好強喔 竟然不是那種已經先印好放在一個地方 哇喔 我的號碼簿拿到了 還有我的 這應該是記錄用的醫保袋 那如果以跟東京馬大阪馬比較起來的話 這邊的衣服好像也沒有這麼誇張的搶購 因為東京大阪馬幾乎是第一天 第二天就全部賣光了 連倫敦馬的外套 這個顏色款式 然後它前面這邊是有胸口NB 這邊就是倫敦馬LOGO 後面就是字樣2024年 剛看到超多人在排隊 不小心也跟著入手一雙倫敦馬先進配色 最高階版本的NB碳版跑鞋 這雙的一些細節 像LDN倫敦的縮寫 然後這邊還有字樣 ELITE 我今天已經是禮拜五來了 算是XTO的第三天 但還是買得到這些鞋款或是現貨 感覺今年NB的貨款算備得滿齊全的 或者是說倫敦馬買氣可能沒那麼高 這隻倫敦馬的背包也是有NB大LOGO 然後帽子也有好幾款 全黑的 也有這個是中空的綠色 螢光綠 這個軍綠色其實蠻好看的 就是TCS LOGO 然後還有中空帽 我們剛結完這張鞋子之後 現在在旁邊這邊排隊 它有提供現場客製名字的服務 就鞋子你只要購買之後呢 像我這雙跑鞋是客製在這邊 可以有自己的名字 因為這雙我是幫我學生買的 所以等一下來錄一下 客製的過程是怎麼樣 而且是不用加費用 但這雙跑鞋買下來要10500 好像相對台灣定價再貴一點 跑鞋提供客製的地方 像這款就會有這邊一個 然後這內側有兩個地方可以客製 那它的建議是這邊可以客製名稱 這邊就可以客製你的號碼 所以我剛剛就幫我的學生客製他的姓名 然後這邊是他號碼簿的號碼名稱 蠻期待等一下客製出來的成果如何 我們先逛一下等一下再回來拿鞋 哇 所以剛剛在這邊錄完影片的話 你就可以出現在這個裡面 我們剛剛花了大概一個小時 在New Balance 排隊買鞋子 終於結戰完成 然後現在才真正進到inxpo的展區 但這個inxpo相對起來 好像沒有東京馬這麼大 人也沒有這麼擠 我們來逛逛看 這邊有什麼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品牌或是產品 這個店解釘 我自己台北馬吃我覺得蠻有效的 就是它其實吃起來 真的會到後段 不會至於讓你覺得好像快抽筋的感覺 當然可能跟我台北馬自己準備的還不錯有關係 但我最近也在嘗試 還在體驗UP的 實際一段時間之後再來跟大家分享 哇 排了很長 而且這邊應該就是姓名牆了 所以很多人在找自己的名字 我們也去找看我們的姓名在哪邊好了 好好笑喔 一群人都在找自己的名字 梁 梁哲瑞 找到了 我們現在人在六大馬的攤位 這邊呢就是雅培的六大馬的專區 它會有一些他們自己的客製的衣服 然後這邊就有六場比賽 接下來不知道會不會變第七場 但是那邊就有很多人 像我們剛剛遇到那個香港跑者 他也已經是完成這場是最後一場 所以他就來拿一個號碼布 是寫倫敦馬打星星 就是你倫敦馬是最後一場賽斯 這是Ultra的跑鞋 但蠻多都是越野鞋的感覺 這應該是跑鞋 然後旁邊這邊呢 就有索康尼 剛剛這邊還有Holka也是很大一區 然後也是展了很多最新的鞋子 帶大家去看一個我比較有興趣的跑鞋 就是迪卡農最新推出的碳板跑鞋 有啊 碳板跑鞋來了 酷耶 這就是迪卡農最新推出的KD900 相對於上一代的手感上 我覺得是有提升的 上一代我們開箱那時候覺得做工很粗糙 這一代整個用料質感上 感覺是有進步的 它這個大底的橡膠 看起來跟上一代也不一樣 Carbon Plate 它的碳板跑鞋 整體其實是蠻軟的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跑者 已經來這邊壓過了 沒有這麼硬的碳板的感覺 感謝你借我們看 謝謝 哇他把鞋子拿回去了 MDUVEMPRO第四代 還蠻好穿的這雙 喜歡這種穩定腳感可以考慮 Thank you 我的倫敦馬衣服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Yes 這個是 這個是只要參加的 就是有 算是報名T吧 但是感覺M號尺寸是偏大的喔 我現在穿起來這樣比一下 好像是比較寬鬆的版本 然後它上面這邊就有你的版本 跟你的尺寸 所以可以看這個號碼布上 蠻好看的 蠻好看的 因為我這次沒有買什麼 衣服 For倫敦馬 我們就以這一件做紀念就好 我拿了兩條配速列車時間 所以它其實應該已經按照了各個分區 有按照速度稍微區分一下 那我是藍色的一區 所以藍色一區是沒有配速列車的 但二區就會有三小時 三小時零五 三小時十分 到時候我就試試看 能不能跟住列車 希望可以完成我的目標 OK 最後決定購入一隻 倫敦馬的小熊 因為這個比賽畢竟一場就會有一隻 然後我們這次比賽 蒐集到的是倫敦戰的小熊 一定就購入這兩隻了 一隻是我自己做紀念 另外一隻就是抽獎出來送給大家 倫敦馬 倫敦戰 Get Thank you Thank you 看我已經完成燙印了 鞋子就長這樣 Leon 然後另外一隻腳呢 就只有他的號碼 17155 17155 在後跟 希望這個同學收到 他會覺得永生難忘 我幫他的倫敦馬的號碼跟名字 已經完成燙印了 YA 逛完了 Expo了 哇 現場其實賣很多東西 除了官方大會 NB的相關商品超多之外 也有一些就是像亞培六大碼相關的內容 還有像官方有像我們剛買到的小熊 這就是我的倫敦馬第一隻小熊六大碼的正名 接下來還有柏林 紐約 然後明年東京波士頓 芝加哥 慢慢把所有的吉祥物都收集 一步一步踏往我們的六大碼波提之路 那除了這個之外我覺得現場NB的攤位跟內容 其實賣的真的蠻豐富的 就是你在現場真的會有那種 欸 大家都穿一樣的衣服 我好像到這邊該買一些什麼紀念一下 有倫敦馬的T恤 褲子 只要什麼東西都印上LDN 就會讓你會覺得 好像必須來買一下 現場才會有 但我發現我們剛買的那雙跑鞋 算了一下其實相對於在台灣買到的價格 其實是比較貴的 像我剛買的這雙跑鞋 它在台灣定價應該是沒有這麼貴 或是有一點點折扣 我這邊買到的價錢是10500塊 就刷卡的通知是這個費用 那它就是有一些倫敦2024的一些相關的特殊配色 讓你覺得好像應該在這邊買一下 然後我覺得現場很不錯 就是還提供這個客製服務 那大概等45分鐘到一個小時 你就可以回到那邊拿 速度我覺得不會太久 因為你在裡面逛隨便都超過這個時間 我們從早上應該是11點還是12點來吧 好像已經快4點了 在這邊逛了快5個小時 就是其實已經裡面沒有到真的大到不行 可是就是會讓你從不一直逛一直逛 真的還滿舒服的 那裡面有按摩區 然後有一些熱食區 也會有一些很多各種攤位的體驗 我覺得都滿適合大家來逛EXPO的時候好好走一遭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來倫敦馬逛EXPO的這個過程 那相對於我自己去過去年東京馬的EXPO 我覺得相對起來好像倫敦馬人潮 或者是整體的這個熱鬧或是買氣 好像歐美人稍微比較務實一點 用得到東西會買 但用不到不會說大量購買 看到那個官方LOGO就直接買爆 我覺得還沒有到這麼可怕 那像東京大阪啊 只要是那個官方出的那個限定聯名短袖T-Shirt 基本上都是第一天就已經搶購一空 那像這邊幾乎架上都還是滿的 你要買的東西都還有 今天已經是第三天 明天週六是最後一天 所以倫敦馬的EXPO開箱 大概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是尼泽德瑞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想看更多我們關於追求六大馬之路這個過程 也記得幫我們頻道訂閱起來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第一場在年初二月的東京馬鬆 第二場是在四月中的波斯特馬鬆 下一場倫敦馬鬆 下半年的第一場是九月份的柏林馬鬆 再來是第二場芝加哥馬鬆 最後一場是十一月的紐約馬鬆 最後一場是十一月的紐約馬拉鬆 男半球唯一一場賽事 即將成為七大馬的雪梨馬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